台灣第一個算命的節目 是我開的 當時妳的節目有固定班底嗎 當時固定班底也是這樣子 就像這樣一排的這樣子 算命師在那邊 然後製作單位 就把照片資料給我看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 挑了黃有甫 唐麗琪 還有...還有林以... 林什麼 真意 林真意 妳憑照片挑黃有甫 因為還有看個人嘛 卓姐喜歡老的 不是 挑這個第一 像黃有甫 他其實很有觀眾緣 看起來比較可信賴的樣子 而且挑的時候 要挑的口條好不好 不會是每一個算命師的 所以妳這邊十個 如果妳要挑一半的話 妳會去掉哪幾位 去掉歡樂二人組 上面我大概... 我不會選歡樂二人組耶 二人組不是應該... 很有效果啊 有觀眾緣 沒有嗎 不行 因為他們兩個的穿著 太不穩重 可是會不會開創新風格 可... 就在那個時代是比較不適合 去掉人組還去掉誰 對 妳看妳這樣 我選的黃有甫 唐麗琪 到現在還活得 妳懂我意思 然後就很厲害了 沒有誰外型覺得不太... 對 還有那個中間那個叫艾瑋 看起來幸福力比較沒有那麼強 太像小女孩了 對 太像小女孩 對 而且算命是有的女皮老師 也不適合去長得太漂亮 妳說艾瑋看起來 比蔡蔡還沒有說服力 這位比較漂亮啊 妳這個到底是衝撞 還不知道是不是 她到底要高興 公信不行 所以這樣場內心會高興嗎 像算命的老師 有的時候不可以太漂亮 OK 對 所以妳要去掉艾瑋 是因為她漂亮 對 然後呢 小安是因為她算的那個什麼女生 天使牌 天使牌 所以我也不會選她 冷門 不是 這個 因為妳要算命要有正反都有 妳光講好的 那個人家會不會相信的 模擬兩可的也不喜歡 對 不行 這是不會相信的 對 所以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喔 請你們把答案版拿起來就是 請寫下來對妳們著迷的粉絲 年齡層最大到幾歲好嗎 好 給我看一下 艾瑋斯寫70 湯正瑋寫90 艾瑋斯 70的是什麼 70的是一個退休的老師 女生還男生 女生 女老師 對 然後她早期 先生很早一點離開 不在了 50多歲就離開 然後就中間就來找我做塔羅占卜 後來呢 就慢慢的就變成心理諮商 久了我就覺得 就在一起 就了解了她的故事 就在偶然的一次談話中 可是那個邏輯 聽起來故事要 我講得比較順 你在偶然的一次談話中 我就不小心吻了她 所以現在她是曉得了嗎 不是 我懂她是不是有點 變得依賴你了 是...有點轉移的笑話 你會困擾嗎 不會 還滿開心的 有一次我就在談話中 就突然說了 你真是個傻姑娘 從了那一次之後 她沒有錯啊 都傻姑娘 你那70歲的太太說 你是一個傻姑娘喔 你怎麼會講這種 她來詢問的是愛情的故事啊 所以你的字典裡面 也會用到傻丫頭這種話嗎 不會 傻姑娘比較好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她來找我 我們那個是金色的紗臉 窗臉 她就會用著窗臉這樣 她圍著她的頭說 老師 您說了傻姑娘來找您喔 是傻姑娘 不是 我現在講我70次了之後 我會做這種事情嗎 對... 妳聽了結果姑娘會死她嗎 湯正瑋 你剛剛寫90歲 也是傻姑娘嗎 不是 是一個老伯伯 伯伯怎麼樣 她...應該說她女兒來給我算過 然後後來她女兒算完之後回去呢 跟她這個老父親分享 然後分享之後她就... 那個老伯伯就... 她好像會點通靈吧 對 然後她就說 她聽到我的名字 然後她就說 好像我是她上輩子的誰誰誰 然後她就從高雄 她就說我是她兒子 她說我是她上輩子的兒子 然後她就專程從高雄做高鐵 然後上來我們台北的店來看我 他們工作好像面對很多難纏的客人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也覺得有點 有點... 害怕 對 有點害怕 然後她就... 她就說我是她兒子嘛 她有先打電話來說 我覺得你是我上輩子的兒子 沒有 是她自己直接坐高鐵過來 然後剛好來聽我在店裡面 然後她就說 我要來看我上輩子的兒子 然後她就從高雄就帶一些名產啊 然後在逢年過節 像端午節她一定會買那個肉粽 然後中秋節就會拿月餅 然後她就還滿照顧我的 可是對她來講說 所以她沒有來算命 她只是在找兒子的 她很妙就是她生了三個女兒 她沒有生兒子 那我想說可能這種 心裡的反射的那個... 請問這些人當中 曾經有開口說過說 我喜歡妳的舉手 蔡蔡有 威廉有 尚有 艾維 小安格斯 昭穎都有 好 艾維妳... 妳說妳... 有一位是對妳說她喜歡妳 是 還是很多位 有一位是跟我求婚的 她幾歲 她差不多... 是什麼狀況 老師 妳講了說她會有桃花之類嗎 不是 是她 那時候在董事區找我的老師 小孟老師算 那她就說 老師跟她講說 她會遇到她的真命甜女 最近 然後她的特徵是 頭髮長長的 然後眼睛大大的 皮膚白白的 而且是做命理業 然後她就出來看到我之後 她就跟我說就是妳 對 然後後來她就是 所以她是憑另外一位老師的算命 判斷妳就是她的真命甜女 對 就是很長 一個禮拜 所以妳怎麼拒絕她 沒有耶 因為她都是用占卜的名義 來找我 不能拒絕 是 妳沒有辦法找她說妳不要再來 這對我很困擾 不是 她... 但是她後來都是問一些 例如說工作 投資的那些問題 就不再求婚了 那是最後一次她是... 她是就帶著一個轉戒 跟一束玫瑰花 對 然後就... 然後她就下跪說 我想要請妳幫我算我量 是不是適合結婚 這個算...這個求婚好有趣喔 她其實不能常著哏啦 就一直在叫妳媽算 不能常著哏 所以她每次來見妳都去懷抱 就有一天她要跟妳求婚的心情耶 因為她...基本上她來找我 不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而且求婚很沒有用 因為那個老師只要翻牌說 不行 就結束了 可是妳怎麼拒絕她的 確實最後一次的占卜 也是說不適合結婚 是真的結果還是妳操縱 真的結果 就妳們不適合 那她有哭嗎 她...我感覺她難過 她從此之後她就沒有再過來了 不太ают妳的